剛剛我聽到柯市長的這一番話 其實我還蠻遺憾的 他把中國挖了九個邦交國 然後不跟台灣進行談判 把責任又歸給了台灣 完全不敢指控中國 那麼柯主席也認為 民進黨守護台灣的種種的必要的作為 把它當作是在執行意識形態 其實這些只是不同程度的暢衰台灣而已 非常不應該 柯市長我要建議你 你如果說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台灣的新中間主義 我看台灣社會沒有幾個人會贊成 那你如果說你反對一國兩制 那你就不要接受九二共識 這個到底是非常清楚的 你一方面接受九二共識 你又一方面說你在走台灣的新中間路線 你在守護中華民國 這根本都是矛盾的 首先回應剛才大夫總統的問題 他又在示範什麼叫做抹黑 我什麼時候說過接受九二共識 你在哪裡看到的 再來就好像清末 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 人家日本是明治維新 要不要孫中山搞革命 沒有叫你去搞義和團 中國的確是台灣目前的威脅 可是你民進黨是在搞義和團 把國家帶上更危險的地方 如果小英的路線那麼好 為什麼斷了九個邦家國 怎麼會造成兩岸不溝通 不對話不交流 變成全世界公認 媒體報導的台灣跟大陸 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今天讓我們台灣變形兵力要延長一年 以及造成戰機一直飛過來 這是什麼問題 如果這個路線走得通的話 全世界不會關心台海安全的問題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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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PBBS新聞網 我在台灣 超容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